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文学领域也有一些自己的见解 但有所区别的是 古希腊天文学与哲学的关系更为密切 特别是柏拉图的哲学 柏拉图认为 现实只是永恒的理念世界的一个不完善的木本 与此前的希腊自然哲学家不同 柏拉图并没有把宇宙的创生 看作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而是看作一个神创的过程 这位神更像是一位懂得数学的工匠 按照预先存在的理念 按照几何法则来创造世界 受到毕拉格拉斯学派思想的影响 柏拉图把物质世界的本源 归结为数学性的实体 具体来说 他认为不仅整个宇宙是球形的 而且其中的地球与日月星辰也都是球体 并且都是做圆周运动的 只不过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 而没有所谓的中心火团和对地 从地球向外 依次是月亮 太阳 水星 金星 火星 木星和土星 这些天体都绕地球做圆周运动 但是当时已经观测到 有些星体的运动是不规则的 为此 柏拉图的学生欧多克斯 对柏拉图的宇宙结构模型进行了改进 他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其他天体在同心的透明球体上绕地球运动 这样他把宇宙分成许多球层 用几何方法计算星体的运动 这一模型的实质 是用匀速圆周运动的组合 来描述曲线运动 亚里士多德继承并发展了同行球理论 他和柏拉图等人一样 认为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 并且是静止不动的 他和柏拉图等人的最大区别在于 他认为天体所附着的天球 是实际存在的物质实体 整个宇宙天体的运动 是上帝在推动的 这大概是地心所体系 被宗教神学奉为经典的原因 与亚里士多德把同行天球实体化的做法不同 希腊化时期的一些天文学家 开始探索一条更加几何化的道路 试图以圆而不是天球 来描述天体的运动 公元前三世纪 古希腊天文学家阿波罗尼乌斯 为用云速圆周运动描述行星的运动 提出了偏行员和本轮军轮两种模型 在偏行员模型中 行星绕地球做云速圆周运动 然而地球并不处在圆周的中心 而是偏向一边 在偏行员上行星依旧做云速圆周运动 但是因为地球不在圆形位置 所以从地球上看起来 行星的速度就会有变化 而所谓的本轮军轮模型则认为 行星本身沿着一个叫做本轮的小圆 做云速圆周运动 而本轮的中心同时又在一个 叫做军轮的大圆上 做旋转方向相同的 运速圆周运动 地球位于军轮的中心 在一定的条件下 偏行员模型与本轮军轮模型 具有等价性 但是只有后者能够描述 火星 土星和木星等外行星 在恒星背景上的停留和逆行现象 利用这两种模型 不仅可以描述行星的运动 而且还可以对它们的位置进行预报 但是这种计算涉及边角换算的问题 必须以三角学作为基础 公元前二十季 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喜帕恰斯创立了 球面三角这个数学工具 他将上述两种模型 分别应用于太阳和月亮 利用巴比伦天文学家 传下来的观测数据 确定了相关模型中的 各种基本参数 完整地建立了 太阳和月亮的运动理论 几古希腊地心说之大成 把它发展成为一个 完整宇宙理论的是 希腊化时期天文学家托勒密 他写成了著名的数学汇编一书 也就是后来阿拉伯人所说的 《知大论》 书中第一次建立了一个 完整而严密的 数学天文学的理论体系 托勒密宇宙观的核心内容 是地球中心论 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托勒密 自己最完整的地心宇宙体系 他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是静止不动的 太阳 月亮 行星和恒星 都环绕着地球运动 每个行星都在自己的 本轮轨道上做匀速运动 而本轮的中心在军轮的大圆轨道上 绕地球做匀速运动 但地球并不是军轮的中心 所以军轮轨道是一个偏心圆 由于托勒密的地心说 能对当时观测所及的天体运动 特别是行星运动 做出十分精确的说明 能够准确地预测行星的方位 因而成为此后 统治西方天文学 长达1400余年的学说 直到16世纪 哥白尼提出日新说 才被推翻 我们本节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